如果我們把App丟到這邊來 它因為這個預設是平板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把它改成手機 因為你看看它整個就拉寬了 這個地方如果要把它改成手機的話 你可以有個設定 在哪邊設定呢 在那個夜神模擬器裡面的 上面有個齒輪 反正以後你看到那個齒輪就表示設定就對了 然後設定裡面的話找到性能 性能裡面其實它預設就是兩核心 已經算是 應該跑起來相對比較快 你可以還什麼開VT 應該是Virtual什麼什麼的 然後解析度的話可以把它改成手機板 那手機板解析度這邊也可以調 我們用預設的一個把它保存 然後讓它立刻重新啟動 這樣的話將來啟動的話就會比較像一隻手機了 有沒有就變一隻手機了 所以你會發現 當然 假設你沒有Google手機的同學 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案 你就不需要特別去找一隻手機 來做那個 這個這個 練習了 把它打開我看應該就會變 就比較正常一點點 然後點下去 它會出現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點擊它 它可以跳一個訊息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也相當簡單 就是寫一個簡單的 這個也不叫寫程式吧 這個應該叫做 拼裝程式 有沒有 拼程式啦 在未來 那個程式設計有個趨勢 叫做No Core 不用寫程式 不用寫程式的程式設計 這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這個APP Inventor 算是走得比較前面 那我前面跟各位講過啦 這個MIT 這MIT不是Made in Taiwan 這是什麼 很像 一看好棒喔 MIT 感覺與有榮焉的感覺 其實不是 剛好這個地方 剛好它就是 哪個 麻省理工學院 對OK 所以為什麼麻省理工學院這麼佛心 把這東西這麼大方的給大家用 對有時候很佛心的東西 恐怕你還是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 對因為它背後什麼企圖嗎 不知道 反正喔 至少我們現在用的 我是覺得 還蠻不錯的 因為早期 它剛推出來的時候 用的就覺得不太順 因為它很多BUG 而且以前 剛開始推出來真的是玩具 所以它已經推出來 至少可能已經五年了吧 可是剛開始 真的我不太會 不太喜歡用它 那現在的話 我發現還蠻好用的 那首先的話呢 我又把剛剛的步驟截圖下來 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剛剛的步驟大概 基本上有幾個 在哪裡呢 你們可以看到12生肖 練習 這個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頁的地方 我們新增一個專案 就這個英文名稱 因為不能用中文 然後再匯入我們的12生肖圖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去下載 那未來你可以改 如果你不喜歡12生肖 你可以改12星座吧 我覺得星座應該很多人會比較喜歡 有沒有 然後如果當點哪一個星座就跳出來 或者是每天運勢 你點了哪個星座 運勢就跳出來 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有沒有 你隨時帶著 今天出門適合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點下去它告訴你 諸如此類 那你這樣子每天運勢不就都知道了 有沒有這種APP 我不知道 如果有的話 如果沒有你可以寫一個吧 這樣的話 我覺得自己用都覺得方便 OK 然後呢 我是用表格啦 當然你也可以用水平的試試看 因為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它都是給你做排版用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排版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做成水平的狀態 OK 那我是三列四行 另外的話呢 高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調25% 寬的話呢 30% 因為我本來兩個都30% 那我後來發現 就會太高了 它總total的解析度會放不下 所以我把它調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就做出來類似怎樣 12個圖 那12個圖之後的話 最後記得 你要把這個上面有個按鈕一文本 這個可能要把這邊文字 也要把它刪掉 因為如果你這個沒刪掉 它會出來這個怪怪的東西 所以 記得怎麼樣 文字裡面的東西 Delete掉 按Enter 這邊就不見了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理論上的話呢 我大概只有調比例 然後 其他這個效果到底要怎麼調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再玩玩看 這個都是一些效果出現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 介面的部分就OK了 這個面板部分 我們就大功告成 所以你會看到 原則上大概就是 先放這個表格配置 然後再放12張圖 12個按鈕 12個按鈕裡面的話 再放那個 對應的它的那個圖上去 那最後的話 因為我會希望說 我將來按下怎麼按鈕之後 它會 能夠跳出什麼 跳出對話的訊息 就是按下去 它跳出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其實這個東西 以前可能都要寫程式了 我發現現在太方便 以前寫程式在類似 而且它記好多程式 而且很容易寫錯 所以以前 你們在 就是說以前 我在教App的時候 學生真的是 很痛苦 因為要記太多 而且 經常一堆BUG 但是現在我覺得 這種方式 可以大大減少你 出現寫錯BUG的機率 而且相對比較直覺 所以現在寫App真的還蠻幸福的 什麼都幫你準備好了 連那個模擬器 以前模擬器很麻煩 現在也不會那麼麻煩 好啦 再來的話 我們假設 我希望呢 秀出像這樣的東西 該怎麼做 非常簡單 1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對話框 對話框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我只需要很簡單 把這個對話框拖拉 一個 放在這裡就好 因為我已經放一個 我就不需要放第二個 對話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最後的話 在這個裡面 你再拖一個 對話框 這邊會出現一個 對話框 1 好 那我們的介面呢 就是前面的這個 interface 介面的部分 就大功告成 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程式寫好 那這個App 就完工了 OK 其實就這樣而已啦 再來就是把它發佈出去 當然目前 我們練習的話 那個 APK 其實還沒有 把它上架到 那個 Google Play商店 不過未來 如果說你假設 像我自己是有申請的帳號 我可以直接上架 所以我寫好的東西 是真的可以 把12生肖放在我的帳號 所以以後 你搜尋 12生肖 是真的可以看到這個App 然後可以裝在你手機的 只是說你必須要付一個費用 那個費用多少錢 我得忘記了 好像是 25塊美金還是多少 25塊美金 現在也不夠700多塊吧 對不對 可以讓你上架 這怎麼會 算是蠻划算的 OK 而且是終身使用 OK 我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之前好像我印象中 因為這個 帳號申請的還蠻 蠻久了 那另外還有一點 以後如果說 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 你 就是叫面試 就是他問你說你會寫App 會 你有沒有什麼App作品用 你自己找一下 有沒有 你就找12生肖 他可以馬上 假設 他可以找到 這我寫的 那他感覺就不一樣了 馬上就是說 馬上可以做 你以後公司要做什麼App 我通通可以幫你做 而且我還可以全套 通通從頭到尾 甚至連文字敘述 因為你是 這個文學MBA學生 這都沒有問題 上面包含就是 素材 文字素材 影像素材 甚至影片 等等的全部都可以幫你把他包裝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老闆會覺得 請你好划算 因為像這種App外包給人家做 這個貴到不得了 少說都是50萬起跳 一個App OK 當然公司會覺得 你這樣子 每個產品都幫我們做App 這個對行銷非常有幫助 業務人員在外面推的時候 很方便 他出去的時候 就跟客戶講說 你直接掃就好了 我們公司已經做好全套的App 你就掃 我們不需要DM 你有空的時候 你手機打開就可以看 感覺不一樣 對不對 這家公司 應該規模很大吧 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App 整個 完全都不一樣 OK 所以 這個也許 可以 再來的話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對話框放進來 我們介面部分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進到第二步驟了 前面這個是畫面編排 OK了 這個要interface 介面 第二步的話呢 這是第一步 OK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程式設計 那程式的話呢 其實以前真的要寫程式 想一想現在太幸福了 什麼事都不用做就OK了 只是說你可能要了解什麼 它上面的架構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其實這個也蠻直覺的 怎麼樣讓它可以按下 某按鈕之後會跳出 我們要的結果 比如說呢 我先把這個丟掉 我先把這個丟掉 重來一下 如果你要丟掉這個程式 你看它也很直覺 按刪除 好 那怎麼做 1 第一個 其實它這個程式的部分 不儲存此螢幕 確定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它的按鈕 第一個 如果說 當我很直覺 假設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 按鈕1應該是 老鼠的鼠 所以我要點 老鼠的鼠 你會發現它會跳出什麼 什麼樣的事件 當有沒有 當什麼狀況 當按鈕1怎麼樣 如果我要取得 現在很多 很多種 當它被點選的時候 所以選第一個 當我那個老鼠 生肖那個部分 被按下去的時候 那要做什麼 就把那個訊息方塊 跳出來 那訊息方塊跳出來 要怎麼跳 你告訴它一下 這個跳的方法的話 就是 你們找一下 它有很多啦 就是把那個對話方塊 你們找到 這個 大概位置是在這個 卷軸中間的位置 呼叫什麼呢 對話框 對話框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然後裡面有三個訊息 有沒有 第一個 把它拖拉過來 放哪裡 有沒有發現它一定可以 拼上去的 在這裡 有沒有 當 這個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跳出這個對話方塊 那後面會有三個東西 請你放 放什麼 三個文字 所以請你把它拉到上面之後 看到文本 文本就文字 也就是說我要放三個 三個文字 什麼樣的文字 點一下 所以你就移到文本 這個可能會比較需要記一下 文本 其實就文字了 把這個文字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三個地方 所以需要三個這個文本 那我就拖拉第一個文本 放過來 然後再來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三個 OK 那你會發現雙引號裡面放什麼 所以 它的順序應該是先標題 在裡面的訊息 再來按鈕的文字 所以呢 我們的標題 也許叫什麼 叫12生效 12 生效 然後呢 訊息的話就中間的東西 簡單一點 你按一下 你 按一下 數好了 這個 數 數 然後最好 數前後加一個 雙引號 不過理論上應該訊息多一點 自己去改 我剛剛是從那個 維基百科裡面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複式 貼到那個 這個裡面都可以了 只是我們先不要弄那麼數字 我們先簡單一點點 然後 確定按鈕的文字裡面 叫什麼 叫確定好了 或者是 回組畫面都可以了 我用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這個第一個按鈕了 那第一個按鈕按下去 它就可以跳出我們要的結果 那當然你想說 那第二個 第二個按鈕怎麼做 其實跟各位講 第二個按鈕 當然同樣的 狀況就是 你按這個 有沒有 然後選這個 當按什麼 然後再做一樣的 同樣 不過 我是覺得 這樣子 有點慢 其實它還有一個 蠻好的功能 就是可以複製 這個 來改就好了 那比如說我 數做好了 牛怎麼辦 很簡單 像我的習慣是 不要重做了 你就直接拿這個複製 怎麼複製 按右鍵 我覺得它這個還蠻貼心的 它可以讓你把這個 程式複製 之後再修改 那修改怎麼修改 複製 比如說我 第二個 當按下 這個是當按下按鈕1 那你會發現 當按下什麼 按鈕2比較好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你按下什麼 這邊改個字就好 你按下 鈕 有沒有 這樣不就第二個按鈕就出來了 然後同樣的方式 再按右鍵 複製 然後再改 有沒有 按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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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3就是虎嘛 所以你按下什麼 你按下虎 應該夠簡單吧 OK 好 那我後面就不做啦 剩下就是請各位 把它做熟 因為其實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 沒那麼困難 而且用這種方式來寫程式 我覺得真的 對於那種 以前很 抗拒 程式的人 應該會比較不會那麼抗拒吧 OK 那這個就是一種 積木式的寫程式 就是完全看不到程式 但實際上你是在寫程式 OK 那這個對我來說 剛開始我是不太能接受 因為我覺得 好像自己寫程式 比較有存在感 可是現在感覺 這個其實也不錯 對於那個 比較基礎薄弱的人來說 也是一種福音 OK 所以甚至 現在連那個小學 都在玩這個東西 OK 那麼做好了 假設12個生效 12個按鈕都OK了 那我們就怎麼樣 一樣的方式 把它怎麼樣 先產生一個 APK 有沒有 然後他就幫我打包 成一個 APK 讓我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一樣的方式 就可以再把它裝到什麼 裝到我們的 這個模擬器裡面 假設我這邊 讓他跳掉 讓他從 因為我剛剛有做過更新 那 其實除了用這個模擬器之外 我還蠻建議你可以用連線的 因為我有時候會用這個上面連線 有一個那個同步 可以跟手機直接裝在手機上秀 也是一個方案 那兩個我想各位都可以 來這邊 下載一下 兩邊其實 用另外一個方式好處就是 他可以 你這邊改他馬上可以有變化 把它打開 開啟的話 那夜神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直接開有沒有 他就直接過來了 而且這邊會OK之後 就給開來 然後看一下 這個 有沒有 12生效 你按下了數 這個訊息有點 太薄弱了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精彩一點的話 其實我剛剛 有沒有 他這個 你按下 你按下火 那我剛剛其實是有做一些變更 如果假設你要精彩一點的話 你可以訊息裡面 我是把那個找 Google找一下12生效的來源 的那個維基百科 然後呢 其實他有這些解釋 那數我就點下去 數裡面的話有這些 當然我就把這個數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這一些文字 假設我要讓他在這邊顯示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貼上就好了 將來訊息裡面呢 就會秀 剛剛我們貼上的 那一些文字 所以以後 你那個維基百科 你通通可以把它變成手機app 只是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智慧財產權的使用方式 OK 那這樣其實你會發現 你應該有做不完的app 所以以後的話 你說你 將來如果有一個 Google Play商店有個帳號 然後上面的話 你有一螺框的app 通通都你做的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你了 而且以後 你根本不用找工作 工作會自動來找你 真的為什麼 因為你量夠大嘛 說真的 人家幹嘛 一定是要找會的人嘛 那去哪邊找 當然是作品最多的人嘛 另外如果將來 好像學校有辦那個手機app的比賽 你也可以去參加嘛 對不對 第一個你可以拿獎金 第二個的話 你又有作品 你有成績的話 那說真的 以後是真的是工作來找你 絕對不是你去找工作 OK 請各位 試試看吧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 我們的 我們的練習 就是把這個 12生肖 跟對話方 完成之後 那一樣 你們就是 繳交一個 作業 這個作業的話 就是什麼 第一個 請你把 這個什麼 這邊導出 AIA 有沒有 這個 導出 有沒有 這個AIA 繳交 第二個的話 就是打包APK 繳交APK 所以一樣 一個AIA 一個APK 繳交這兩個就可以了 OK 畫面在環美 各位